原娃娃車才剛開過去 一輛黑色轎車突然衝出來 撞上車輛側身 娃娃車旋轉180度 差點翻覆 而肇事的黑車駕駛 立刻下車拔腿狂奔 警車緊追在扣 員警全衝下車全力追起 來 出來 嫌犯蹲在別台車旁邊 想試圖躲過警方鷹眼 最後還是被逮個正著 原來他是一名槍炮同氣犯 什麼東西 等一下啦 包包裡面有東西嗎 當時王姓男子開車 看到警車心虛加速逃逸 一路逃了7公里 攔腰撞上幼兒園校車 黑車竟是撞上娃娃車 之後又失控撞上橋墩 車頭毀損 而娃娃車車門也嚴重扭曲變形 當時車上除了駕駛 還有一名老師和兩名學童 王嵐試圖汽車逃逸 能被警員追上壓制逮捕 警方查詢王嵐身份 確認王嵐為槍炮通緝犯 全案依法解送桃園地檢署 歸案 通氣犯拒檢逃亡 撞上娃娃車 最後狼狽落網 縮心車上三名師生 僅有輕微擦傷 但巨大撞擊 恐怕也讓小朋友受到不少警嚇 三日新聞市民企桃園倡報道